所以阿達的演藝圈 你有不合的人嗎 怎麼聊這個呢 聊聊嗎 我比較好奇 你等一下會比較好奇 世界上只有五個人知道 會不會有一個是張友化 因為每次都說 另外一個我不能說 對... 都會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嬌哥 很多地方很有趣 我想幫他先買一個攝影燈 這樣他以後在車內 錄自拍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暗 很貼心的 當小孩子就是要尊重一下前輩 而且就是什麼叫做 不小心去觀螺螢 去觀螺螢 剛好今天心情不錯 去觀螺螢 好啦 不要鬧 不過他們兩個好像都有遇到 所以就是有對這件事情 做一些回應 我們來看看 沒錯 看一下 有空我來了 嗨 孟哽如坐在宥盛大腿上 打琴罵俏 還被宥盛連吻好幾次 三年前的拍戲花絮被翻出來 外傳就是這個畫面 讓黃紫嬌與佑盛再也不同台 大家找了很多影片來 就是寫新聞 其實都不是影片上看到的那樣 基本上這件事 我覺得印象他們兩個比較深 對 關鍵原因是由你 關鍵原因應該不在我身上 直接否認不是拍戲的親密鏡頭 但孟哽如依舊手口如瓶 要把發話權留給當事人 其實我是在處理它 面對它 並且放下它 我是私底下跟他們說 我要請辭 我不是公開的對罵 叫囂 沒有 只是很遺憾的被迫公開 所以我被迫回應 公開回應依舊保持風度 黃紫嬌堅持不說原因 因為檯面下的事情 就沒有要曝光的意思 但之後會不會和宥盛同台 或是甚至有沒有可能和解 黃紫嬌不把話說死 私事私聊 但是就是在未來 我也不會選擇說出來的 在未來也不會搞不起來 不是 接不接受 就算我接受也是私底下 我也不會告訴你們 只說就算有任何動作 也是檯面下的薛琴 看來這個不能說的秘密 依舊讓當事人很在意